嘉兴部落旧址第二栋传统石板家屋是布农族传统住宅群当中的附属家屋 主要是作为出嫁女儿回娘家省亲时的住所 与主屋最大不同就是在于石板木头全部都是就地取材 而且以布农族传统藤边捆把技法来搭建 家族表示说嘉兴家屋群是属于部落所有人的 因此未来将会作为布农族文化教育基地 109年6月份起 卓西乡部落族人及伊斯塔西班家族后裔与官学界合作 依照百年前的聚落家屋群模式以及传统文化 在主屋旁搭建这栋石板屋 作为出嫁女儿回来省亲时的住所 我怎么还在盖 相较于主屋 除了内部丹尼空间及火堂 不论是石头屋墙 石板屋顶 屋梁等建材 全都就地取材 并且以布农族独有的藤边捆绑技法来搭建 完整呈现了早期布农族的建筑与传统文化智慧 经过中央地方政府及部落家族的合作 从第一栋结合传统与现代建筑建材搭建的组屋 到今天完工落成的附属家屋 部落族人与家族再造加兴部落遗址 布农族历史文化现场 未来除了家屋的管养维护 家族与部落族人表示 加兴家屋群是属于部落所有人的 因此将作为布农族文化教育基地 推动多元族群文化 这个是公家的 是公部门的 当然如果公部门文化部他们想法的话 当然我们家族所配合 对对对对我们也不能说 主主上说 应该是我的家 这个是没有这个 家族没有这样的想法 没有这样的想法 因为这个毕竟是大家的 布农族传统建筑类型包含了家屋与会所 家屋的组成包含了住屋 部属屋 工作屋 储藏室与深处设 嘉兴部落族族 家屋建筑群再造 呈现了最传统最原始的 布农家屋建筑工艺技术 与布农族家屋的传统文化 也因此部落族人是特别提醒呼吁 前来参观的乡亲民众也请发挥公德心 共同维护台湾这难得珍贵的文化资产 记者石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